毛小孩超行 台南宠物美容师爆红 说到帮宠物修剪毛发这回事 位于台南的一间宠物沙龙 可以说是让这门技术更上了一层楼 从发型设计师转职为宠物美容师 30岁的李小姐 专长是为你的毛小孩剔出独特的造型 李小姐可以在动物的背上剔出脚印 狮子脸 泰迪熊 客制化图样 甚至是凯蒂猫 宠物沙龙的欧姓老板娘表示 因为有四主想要有别于一般剔毛的设计 她和李小姐就一起想出这点子 李小姐说设计主要取决于宠物先天的条件 欧小姐的宠物沙龙9月才开张 就已经引起台湾四主广大的兴趣 他们经常在到沙龙接宠物时 拍下他们的照片 然后上传脸书 好 感谢观看